词曲 李宗盛 《南无第三世多结昌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以自诚之心继续攻读《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这心经》说真谛第二部分《这经文》说真谛 《南无第三世多结昌佛》 不要忘记自己是要求解脱成就 不是贪明利地位这条永远轮回的路 这才是同学们应该追求的路 当然指的是部分的一般同学 这个里面学得好的同学也应该发挥你们的妙容 去浅述般若之真谛 为解脱众生而付出你们自己的 世间法叫心血吧 这样出世间就是般若和实相之境 不以原容的菩提心意 众生最恐怖者是死 他们最恐怖的是死 死是由贪着挂爱所得的 是由贪着挂爱得来的这个死 而挂爱也是由贪着身心 名利财物人情之实有而产生的 由于有贪着挂爱 这样身心 贪着其财物 自我名利地位 贪着其一切人情 对其一切境 实有之恩恒 自然就产生果业 于正悟般若之中一无所得 这样我们正悟般若之 就明白众生所贪着的以上现象 是一无所得的 根本就没有生死烦恼恐怖 实相中无幻化中有 再加上功夫的实用 到最后 剩下真正的实相般若 自然于本帝中真帝中没有 下面借用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来说 这里的远 是永远的意思 离是离开 远离者 即永远离开 不复回合之意 这样远离 这个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永远离开 再不回合 就叫远离 颠倒者 即是 头足不分 倒字不明 上下不变 应底为顶 颠乃丹 乃丹 迷真若颠 倒 亦是单义 逐网若倒 此指迷真取网 应网为真的意思 这里的颠倒 即是头足不分 倒字不明 不变清头 还是尾 将尾巴拿来做头 还认为是正确的头 就是将一件真理 混淆在一起 具体搞不明白 乃至严重的情况 有些人发展到 将师兄姐妹的集气 矛盾 拿来强加在佛法上 遇到师兄弟姐妹们 在文化的时候 个性不和 就认为上师的佛法不好 这样的学佛 不学也罢 因为学了等于白学 学了一身如痴糊涂里 这颠倒竟然造成行人都会断掉善根 永远轮远 永远轮迴 无有了期 因此 落颠倒 就失掉真理了 这个是打了一个比喻 专讲单字 它是单立二 迷真 就越癫 就是说迷倒自己的本来面目 波野实相 就叫癫 这样癫过来 就是执着其世俗陈景 妄想分别 逐妄就弱倒 此指迷真取妄 认妄为真的意思 就是说追逐妄想 追而不放 执其妄趣 依知诗变 变中接诗 永无停息 本来就是妄想了 而妄想一念 又生变出相关妄理妄事 是理混然 妄想连珠不断 比如想到张三 即由张三做什么事 这件事是好是坏 我应该如何从中 沉和获益 避免败利 将三由与谁来往 那个来往的人 对我又如何如何 总之一言难尽 因缘变换 或业无尽之生 永无尽头 一切皆是认妄为真 认妄为真 并非单止人与时 而是凡舌一切起心动念 无名无头 分言妄执 对立于佛圣的起心动念 皆为妄 只要执妄就是颠倒 只要分尋迷之不清 苦乐烦恼 无常其中 就是梦想 这样这里就和大家说明了 迷奇本来灭目 以妄为真 凡夫执五蕙为实有 所以落着生死烦恼 长处此境 为之颠倒梦想 这里的颠倒梦想 就是说 凡夫 执着于五蕙实有 执着于 悉受想行识 而产生分别程式受用 这个受用 是凡夫烦恼之受用 而不是圣人之佛景受用 所以落着于生死烦恼 自然的 依生死烦恼 作为人生的快乐 尽管在生死烦恼中 还是不想死 但结果 又脱离不了死 长处此境 为之颠倒梦想 永远处在这个境界里头 是指的众生 据生老病死苦的众生 就叫做颠倒梦想 梦想者 又指内息所生之四种 生、住、异、惑、梦心 此四种梦心 犹如驳醒将生死驳住 紧紧山在轮回处上 永远轮回不得解脱 梦想主要指的是 内息所生起来的四种 生、住、异、惑的梦心 生、住、异、惑的梦心 生、在人世之间 产生各种假梦 所谓假梦 就我们现在来听法 也是一种梦境 何况世间上的食饭穿衣 做事工作 对待朋友 处事节物 都是一种梦 这是生、住、住在世间上 常处轮回不离轮回 常处世界不离世界 住着 就要产生种种世上 就要以六根去应酬一切 去接触一切 以五蕴而不空 着其一切境界 自然就住在这个当中 有这样两个同学 开小差了 想问 既然听闻佛法都是梦 为什么还要执着认真听呢? 我现在问你这个同学 你难道没有听过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角吗? 如果不听这一场梦 不住入这一场佛法梦中 又怎样知道有法法呢? 又怎样学得到佛法般若真帝解脱的法宝呢? 说法虽然是梦 但是要借梦解梦 解脱梦境 就离不开梦 就相当于依法误道正道 达到彻底解脱时 就连法亦应写了 因为法亦是梦幻 诗便妄心分别领立 故法上应写 何况非法? 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帝 今日就功读到这里 无限感恩 那么第三世多结昌佛